四月九日 不仅谈及上帝 且要与他交谈 我虽然行过此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诗篇二十三篇四节 这诗篇的形式具有启发性 在前三节中 大卫用他代指上帝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 他领我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接着在第四五节中 大卫用你代指上帝 我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然后在第六节中 他转回第三人城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这种形式中 我学到了一课 那就是 不要只是很长时间地 讲到上帝 却不和上帝对话 每个基督徒 至少是一个业余的神学家 就是一个试图认识 上帝的品性和方式 并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人 倘若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上帝 那么我们相互之间 将永远不会谈及上帝 将很少真正地帮助到彼此的信心 而且 我从大卫的诗篇第二十三篇 和其他诗篇中学到 在我的神学理论中 应该交织着祈祷 在我谈及上帝的时候 我应该经常中断 并与上帝交谈 在说了神学知识 上帝是慷慨的之后 应该接着有虔诚的祷告 感谢你上帝 接着 紧接上帝是荣耀的之后 应该有 我爱慕你的荣耀 所以 若我们感受到上帝 在我们心里的真实 同时 用大脑来描述它 就必须是这样的方式 这就是我所领悟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